4月1号应该是愚人节 愚人节什么意思 就是别人说的话 你都不能信 叫愚人节 但是今天呢 口喷一下 太激动 刚才喊得太厉害 昨天31号 我们的同讯会货会 开到了相近三点钟 可能睡眠不够 嗓子就没有那么好 但不重要 我们今天应该都是 老朋友吧 今天有第一次的朋友吗 也有吗 当你们起身 我们欢迎一下好吗 有第一次来的朋友吗 请看一下 请坐请坐 我们给他们一个热烈的 欢迎的感伤 我们要一起唱一句 安宁欢迎你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有勇气就会 创造奇迹 今天是愚人节 但是没感觉到我今天下午的一切都是真的 安利从来都没有愚人节 安利从来都是兑现他的沉默 而我们今天要欢迎所有的新朋友 安利是也欢迎什么样的人呢 欢迎有梦想的人 你有梦想吗 有 你有梦想吗 有 你有梦想吗 有 24年前 我有一个梦想 我想送我的儿子到国外留学 虽然我是青岛国际经济贸易公司的总经理 法人代表 但是我一个月的收入只有2600 我想送孩子出国这个梦想是很难实现的 但是我是一个不甘心的人 如果我在这儿不能实现我的梦想 那么我就换个地方去找一个能够实现我梦想的地方 就这样1996年8月在美国对我遇到这个机会 我一堂课就把安利听懂了 我可没有今天第一次来的朋友你们这么有福气 这么富丽堂皇的酒店 公司这么用心的安排 我们看着就像车水马龙一样 我们想想李霞经理毛龙经理 带着我们员工要不眠不休多少天 才能够呈现出这样一场又拿到奖品 又得到奖励 又给郭大哥过生日 又是把我们公司的五牛在牛年都呈现出来的 这一切一切都是为了配合我们大家的梦想实现 那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梦想吗 有 你有梦想吗 有 你有梦想吗 有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安利是实现梦想的平台 就像我们今天工作是养家糊口的平台 如果我们都大学毕业都从来不去工作 也没人管就你一个人的生活都活不下去啊 你必须找一个养家糊口的平台 所以我们要去给别人打工 而安利不是一个让你来养家糊口的平台 安利是来帮助我们实现梦想的平台 安利欢迎你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我们这里刚才频频上台的第一排的领导人 不是卖猪肉的 就是卖海里的 就是纺织厂的女工 是吗 就是我们这里边就是退休的医生 就是要财政的员工 我们这里边最厉害的就是江湖 人家他爸爸是北海建队参谋长 军长的女儿 我们青老团队除了他一个厉害的 我带的都是不厉害的 都是平凡的不能再平凡 我们东霞当年如果给这个酒店送猪肉 他都不能从正门进来 他都从后门送货的地方进来 但是安利不嫌弃他 安利不嫌弃任何一个人 只要七十块就给我们一个 实现梦想的平台 那关键是不是我们都有梦想啊 所以如果你有梦想 谁都了不起 有勇气呢 就会创造奇迹 我们有勇气 把你这么好的产品分享给周围的人吗 有 我们有勇气把这么好的模式 告诉周围的朋友吗 有 我们有勇气把这个这么优质的团队 这些优质的这么牛的牛人 和你周围的朋友分享 与我们动武吗 我们只要有这个勇气就行了 分享是人的本能 是不需要什么勇气的 但是咱们山东人死要面子活受罪 所以我们是需要有勇气 当年我为了我的儿子 我是不顾一切的 不管谁说什么 我就是要让出这个机会 我就是要实现我的梦想 就这样 我一年就做到出国旅游 两年做到营销经理 就在上海 东安路协土路 146号 买了一栋楼上楼下的房子 安宁两年可以在上海买房子 您说这是不是个机会啊 是 这是不是个实现梦想的机会 是 其实买房子不在我的梦想清单里 我的梦想只有一个 送我儿子出国 安宁的梦想是 你给他要一棵树 他给你一片森林 你跟他要一棵春风 安宁将还你一个春天 我们现在就是来对的地方了 就我讲了这么多 我们所有的老朋友 我们唱这一句 来欢迎虽然我们今天的新朋友不多 但是来一位都是我们新的成员 我们都要欢迎您 我们大家一起唱好不好 好 我们一起的朋友啊 安宁欢迎您 礼拜 请 安宁欢迎有梦想的人 安宁欢迎有勇气的人 就这么点事儿 那如果我们有梦想有勇气 我们来到这个环境 我们一起的一切都会实现 24年好快啊 就这么一晃啊 就过去了 现在零零都是零零年的 我97年坐完里 我们好多的伙伴都是95后 也就是说他们一出生 我就走进这个环境了 时间能不能证明一切啊 时间是可以证明一切的 今天公司多么的用心啊 我看我们圆圆小哥哥好像在青岛上班的 一会儿又来了 一会儿又来了 对咱们这个市场是多么的重视啊 他是负责挤青徐三个群 三个群还有很多的城市 确实频频来到青岛厨师群 说明副总是不是很重视我们啊 对 我们有没有信心把你做好啊 我们遇到这么好的机会 我们不抓住可不可惜啊 可惜 这安丽事业 人生就是三个抓 第一个好的老公抓紧紧 我们秋云的 庆假今天也来了啊 我们一名的女朋友大会儿 就是在北京 听到我三个抓紧紧 他一下子整个人就变了 第一个就是好的老公要抓紧紧 因为现在张男太多了 你遇到好的老公不抓紧紧 女人这辈子要的就是感情 男人要的是事业 那我们青岛团队呢 专利女士比较多 那男士也是一样 好的老婆要不要抓紧紧啊 因为一个好的老婆福泽三代 一个不好的老婆祸延三代 谁举老婆可得瞪起眼睛来啊 那就是好的另一半 我们要抓紧紧 我们赵姐当年就是这个观念 我们马克就觉得跟他没有共同语言 没有交集说 哎呀就这样吧 我已经把你办成城市户口了 咱也实在说不到一块去 要不我们就分开吧 你看赵姐如果换了我 就该赌气了 是不是要不斜的大刀 不斜的大刀 青岛女人是不是挺抠的 挺抠的最后吃亏了 你怎么自己啊 人家赵姐不这样 十时勿者为拒结 人家知道像马哥这么好的老公 不容易掌心 好的老公穿心紧 就说你给我机会 我成长 我改变 就这样赵姐走进我们这个环境 在这个环境 她不是冲着钱来的 她是冲着晚旧婚姻来的 结果赵姐就这样跟她的婚姻赛跑 她很快的时间 做到爱丽的高级营销经理 给马哥生了第二个儿子 又两个人又很努力 47岁生老三 在美国生的 做爱丽 你看一下子不仅现在生活改善了 而且还三个儿子 现在我们马哥对赵姐 那可是整天唱月亮代表 为我的心 这是不是抓紧紧的呀 当时我看到江红在台上讲课 李海大哥在校围一个就是拍照 哎呀 情人般的感觉 有一次一起吃饭 江红说 哼 李海大哥怎么怎么样 我就怎么怎么样 结果我以为人家李海一扭头就走了 没想到李海剩下紧紧的抓着江红的手啊 就怕江红跑了 哎呀 我觉得这种感觉啊 真的实在是太美好了 我们毛主人庆金婚的时候 刘叔啊 当众念情书啊 特别金婚五十年 你还能写出情书的 有几个 这个时候离婚率特别高啊 我们在太安心给毛主搞了一个庆金婚 刘叔毫不掩饰 不过就是加了两个同志 里面的内容都是情义绵绵绵 但是就是加上了毛爱东同志 这是他们这个年代 也是我们这个年代啊 特有的符号 但是觉得情义浓浓浓啊 这种感觉 再看戴达哥和丽敏姐哈 我看着戴达哥比丽敏姐要帅多了 但是我没有看到丽敏姐色迷迷的看了 戴达哥 我看我们丽敏 那次看丽敏那个感觉就是没看够 看也看不够 你说各位 这种环境 现在外面灵魂率这么高 你不觉得这是安丽的附加价值吗 在这里我们学会怎么样去经营我们的婚姻 让婚姻更加的幸福更加的美好 所以好的老公要不要抓紧紧啊 接下来好的老师要抓紧紧 人生旅游需要导游 人生需不需要导师呢 如果人生没有导师 那我们可能很努力地干 脚踩油门拼命地跑 却没有跑到你想要去的地方 因此我们是需要有好的老师来教我们 而这两天老师 我们的老师是世界第一的陈老师 老师在台湾 这两天在高雄 做的训练 老师就用最后的总结 就用老陪师先生说的 安丽的四期 那就是学习期 管理期 抱怨期 死亡期 就是在历史上要永远 停留在什么期的人最有希望 学习期的人最有希望 不学无数 学以致富 这个环境就是一个学习的环境 一个爱学习的人 真正就有未来 一个不爱学习的人呢 就没有未来 各位说话要不要学呀 说话要学呀 你不说对话 我跟老师 那年我们在澳门去澳门的永利 我们进了雪纳店 老师到雪纳一买就买几十万的 结果那天一分钱都没花 想念知道为什么 进去以后就一个年轻的服务员 看着我们进来了 冲着陈老师进去了 奶奶 你想回来什么 陈老师说 你叫我什么 他还在重复一遍 我叫你奶奶呀 老师说 你们服务业名牌店 就是这样做训练的吗 我是奶奶年纪 但是你作为服务业 各位英文应该这么叫 是不是不应该 你不应该这样叫 你应该叫这个女士 这个夫人 你看有什么要买的东西 是不是这样 老师说 我本来想买东西 你这么一叫 我就不买了 搞得在脸红脖子粗的 这就是要说对话嘛 因此我们要永远停留在学习期 我们学习如何来经营安逆事业 安逆已经够好了 只问我们自己够不够好 今天公司妙妙老师来把这个给我 姜母 你看你这个反应慢半 所以我们安逆公司的员工 如果来做安逆吧 我们都退休就行了 我们根本做不过他们 经验精神不如他们 反应速度不如他们 昨天海上我那个 在开我们在开那个同讯货务会 上海那个酒酒 我在朋友圈看 昨天是张卓荣的那个18年纪念日 我就给他也发了一个张博荣先生的一个视频 然后我就问他你怎么还没睡啊 他说我工作刚忙完 我刚准备睡 我一看咱们公司的员工 负责上海地区的人同事忙到两点半还没睡觉啊拿的是薪水啊 要不要再一次给我们公司的员工 刚才妙妙老师讲的这就是马上要上市的 我们的固体乐鲜 我觉得已经是烘瓶子了 等于产品的时候它里面就是有那个乐鲜 乐鲜粉在里面 然后你只要往里兑上水一摇就可以喝下去了 他们说有12克蛋白质吗 那个味道呢 就是经过在就是年轻人喜欢的口味 喝起来像奶茶的那个感觉 特别特别的好 这产品是比较上市的 那公司这些产品咱们要不要学习啊 你要学习产品的知识啊 我今天还跟欧总监在联络 为什么呢 因为我24号要去上海开会 刚才副总讲的那个KOC 我要去开会 我想把头发染一下 有白头发了吗 我就拿着咱们的染发剂就去了 去了以后染完了一洗 那个美法师说 怎么一根也没挡住 原来我拿错号了 我拿成四号了 应该我要遮挡白头发是韩国的啊 我在韩国版里面还没有用完 我还没有用咱们中国大陆的 应该是六号和四号对起来 就六号是蒸老白头发 那么四号那个颜色对一对 就不要那么太黑了嘛 这一看人家要下班了 我那又来不及回去拿了 他说你就用我们的吧 我们这是日本进口的 他说行那就用一次吧 因为第二天一早的飞机嘛 我说行就行 那就用你们一次吧 二十三号染的 到现在我的头皮还难受 而且头上一摸一个疙瘩 一摸一个疙瘩 因为我是敏感性皮肤 那我就问了我们的欧总监 就是因为其他试面上的产品 那个里面的化学成分 对我们的头皮是有刺激的 而我们安利公司的染发剂是植物的 是从植物里面提取的 是不是对我们身体的没有伤害啊 那这些知识要不要学习呢 是要学习的 现在下到八月份三月份已经过去了 我们达到两个月就可以去无心研发中心 去看我们公司的实力 那同时他还有其他的一些附加的条件 要不要学习呢 要 如果你不学习 你回去怎么引导你的市场呢 这要在学习期 为人处事待人节目 要不要学习啊 要 也是要的 说话的语气语调书都要学啊 不然你的话是对的 但是人家是不是不爱听 为什么大家喜欢郭大哥 郭大哥说话从来不带着称恨心 从来不带着去责怪别人啊 责备别人啊 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学习的 各位同意吗 同意 校要不要学 要 校要学 因为校门一开万福来 你不像我们是服务业 服务业如果不像等着别人像吗 你不像别人像 你就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那么你在台湾 我去逛街 碰到那个卖鞋的 我冲他笑了一下 那个店员接着说 做直香的 哈哈 你怎么知道的 你笑了 然后我笑了 在台湾笑都不行啊 一笑就知道你做直销的 你说他们这种短闭相接到什么程度 咱们现在这个市场 几乎是处女帝啊 对 公司这么紧锣密鼓的就是刚才那个大蛋糕上来了 这个大蛋糕就相当于中国市场啊 我们要不要赶紧切蛋糕啊 有 刚才妙妙老师说在大健康的赛道上 赛道上 各位上个赛道是干嘛的 跑起来呀 有没有在赛道上卖四方铺的 没有 在赛道上卖四方铺的 是适合上看台上的 因此我们公司所有的学习会议就是给我们加满了油 让我们要在赛道上往前冲 那如果一个人没有停留在学习期他就会进入管理期 就管这个管那个 孩子让不让你管 孩子都不让你管 部门是让你管的 那时候关系就会紧张啦 紧张就会第三期叫抱怨期 抱怨公司 抱怨伙伴 抱怨市场 都是抱怨 抱怨是什么 抱怨就是失败者在哀你 当一个人抱怨的时候就是无能的表现 你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你心生抱怨 哪怕在心里面抱怨都是无能的表现 所以从今天开始要做一个不抱怨的人 我们不要去做一个无能的人 我们要去做一个解决问题的人 怎么解决问题 跟解决问题的人学 你不就会解决问题了 各位说是吗 那接下来 如果停留在抱怨期 就会进入第四期到什么期呢 死亡期 死亡期就不做了 安利太难了 不做了 安利难 外面有容易的事吗 没有 是不没有容易的事吗 活着本身就不容易 外面那个容易的事 才能实现咱们的梦想吗 不能 外面那个容易的事 能这么把江山给打下来吗 不能 都不能 而今天安利是一群人做一件事 各位今天也没发现 我们啥都没干 拿了个票坐在这儿 你现在回头想想 从一开场到现在 咱们公司的员工 为了我们这场会议 付出了多少的辛劳 都不是我们在做的 我们只负责坐在这儿 写头鼓掌微笑 现在说我还嫌难 还嫌做不到 四个字 命不担财 就是命你啊 财耽误住 是吗 我在青岛24年了 离开安利了 我没听到一个捷报回来的 哎呀你还别出去啊 混得多好多好 就最后就孝顺匿迹了 有智慧的人就回来了 好马都说好马不是回头草 好马要是回头草 回头有草 为什么不是 对 是吗 这叫实时目者 为俊杰嘛 好 因此这四个期 那么我们要永远让自己停留在什么期 学习期 停留在学习期 学习期就是跟比你业绩好的人学 跟你的引路人学 我们都跟陈老师学 因为陈老师连续十几年 业绩都位于全球名列前茅 这就是好的老师抓紧紧 好的老婆抓紧紧 是为了人生幸福 人生短暂 要不要让自己的人生很幸福啊 今天郭大哥就特别有幸福感 他一直说 哎呀我从来没有这么隆重的生日啊 因为每次郭大哥都说 不要给我过生日 不要给我过生日 你们不能理解过了六十岁的心态 他不想让人家提岁数 不想让人家提年龄 其实郭大哥六十岁生日是在墨尔本过的 我就去那个楼下 我们住的酒店楼下有一个LV店 我去给郭大哥买了几个LV的就是纪念品啊 什么包啊 什么衣服啊 就作为郭大哥过生日的一个礼品 就敲敲敲过了 不想让人家提了 看他六十了 他多少了 而今天真的感谢公司良苦用心 我们要合办这场会议 刚好要选日子 日子就刚好 择日不如壮日 就选择了今天 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公司的严肃用心 给郭大哥举办了 赞的赞的 高生满旺的生意啊 郭大哥这样他就有幸福感了 是吗 有幸福感 在一起 你看郭大哥唱的歌 是在青岛电视台录音棚里录的 关键是最后那句 最后那句应该是亲爱的姑娘我爱你 生生世世为你付出一切我都愿意 最后把那个姑娘改成我的名了 改完了以后郭大哥说 完了完了完了 他紧箍咒摸摸了 在家主要什么事不愿意干 什么对我付出一切都愿意 就这点事我不想办 我大哥说我姐还逃着了 当时只是说唱歌之后 表达一下 我想问谁让你这个饲养东西回不来 泼出去的水射出去的箭 过去的岁月说出去的话 谢谢郭大哥现在没办法 心甘情愿什么都干 只要一干的不合我意 我就说那他怎么唱的那张 是不是在家里也要有乐趣呀 要有情趣有乐趣 你的人生呢才真的远远满满些 好的另一半要抓紧紧 好的老师抓紧紧 这么好的机会分享给四周围的人就行了 简不简单 因为分享就是人的本能嘛 副总多用心连萝卜都打出来了 我就是吃的萝卜好吃 我就开始往北京寄 上海寄 广州寄 最后人家说你寄着萝卜运费呀 比萝卜还贵 萝卜本身没多少钱 结果运费比萝卜还贵好多 我说那没关系 蜜费可以忽远不济嘛 关键要吃到好东西就行了 现在羊脚蜜又下来了 我又开始寄羊脚蜜了 羊脚蜜就只有咱们山东的 寿道那边采购品 下定的朋友从大棚里之间摘下来 摘下那个羊脚蜜 然后我就往上海寄 北京寄又开始寄 问题是寄了半天 我一分钱奖金都没有 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这就是人的本能嘛 好东西就要分享 那天李霞经理到我家 就删了今天这个会议的流程 我又开始分享了 我嫂子前段时间 跟我在徐州的时候就说 你那个如果有撬二郎腿的习惯 结果弄得这个腰固好 她说你不要撬二郎腿 你要在桌子底下买一个脚踏板 她是青皮欧洲公司总经理 她说在欧洲啊 你的公办公室的员工 那个办公桌底下 如果没有那个脚踏板 是违法的 把人家坐回来查 我说真的吗 什么样的脚踏板 你发给我 发给我这张零零 帮我买了一个几十块钱 它可以调不同的高度 结果果然我本来腿也短 腿短的人你知道 有的时候对椅子不合适啊 腿短的人很便宜 所以你们看我老坐在那个椅子前面 为什么 一方面是表示对台上人尊重 一方面是腿短 腿短都把你牵托到后面 脚不着地儿 那在嫁人的时候呢 那有那个脚踏板 你那个脚踏上去 马上人就舒服了 还有我嫂子说 推荐一双毛茸的鞋 就是说女孩子在餐里都吃着脚 穿拖鞋是最不好的 会造成公寒 脚要护 那她就给我推荐了 我当场就让你买了 我就在学中一穿 哎呀怎么觉得那么好啊 那天李夏到我家 我这就开始了 又不是安逸 就开始讲 你看这个脚踏怎么更好 让李夏你坐过来一试试 跟李夏坐过来一试试 好 我出钱 没说了 李夏一说好 他说他出钱 要给同事都买一个 销售成功 然后那个鞋 因为我又买了一双 那双鞋还没来得及穿呢 我说你试试你试试 我正好买大两号在家里嘛 结果他一试 哎你等会把那一件发给我 我也去买 好了 去我家来了一趟 分小了一个脚踏板 分小了一个实力鞋 可是都不是安逸的呀 这就是我们的本能嘛 那安逸产品这么好 郭大哥今年67岁 我今年63岁 我们走出去 没有人相信我们是这个年龄 那不就是用雅姿 用扭催男 用的人越来越精神啊 对 我的朋友拍个照 还是在寻中 卡拉OK拍个照发出去 问他朋友 你猜这个人多大了 他给我看那个聊天记录 那个人接着回来 38 他又回过去 63 那个人又回过来说 做什么意思的医美项目了 给我介绍一下 他们认为63岁 这个脸这个样是做过什么 医美项目 是做医美项目了 那就是 Artistry 我每天要四勺蛋白粉 两次热鲜 加在一起是不是六勺 所以你看我这个手一点都不带 都是不是皮 不会剩皮什么 这叫什么 不会那么松是吧 上次我们同司请的那个领导人 他说蛋白质不足的表现是什么 就是掐这儿看能不能拉出来 我看我怎么拉我也拉不出来 那是不是就蛋白质充足吗 喝个水 我们进水 汽个水 你看我为什么老立这个包 我从来不喝别的地方的水 如果我不能把这个拎到飞机上 我在飞机上问我喝什么 我就说喝啤酒 我那个在飞机上喝啤酒 我不喝飞机上的水 下的飞机伙伴们都知道 接寒解 什么都不重要 拎着水就最重要 到了酒店泡茶几街上 我走到全球各地 喝的都是咱们安宁的水 我家里320多平方 有15台空气净化器 有一个一向电梯 走廊上放拖鞋的一台净化器 衣帽间一台净化器 洗手间一台净化器 客厅里加在一起好多台 我打个抽烟 厨房里面两台净化器 专门配合他抽烟的 加在一起就15台 我们是不是热爱我们的产品啊 最爱的产品真的是太好了 我们要次用产品启动市场 营养早餐每天都在用的朋友举手 好 哇 太棒了 分享的朋友举手 分享人要早餐的 也在分享 我们只要分享就是人的本能 不停地去分享 而且也要快乐地做安利 你安利不快乐是没有人跟着来的 一定要开开心心 快快乐的 我们的安利事业就会芝麻开花 节节高 现在在我们副总的努力下 我们在泰安可以报备会议了 刚才副总说了 有可能在徐州可以开千人的会议 我们多么期待着这一天啊 线上线下 哦 通哦 我们要打通了 昨天晚上我做的腾讯会议不就是线上吗 全球各地都参加了 今天是不是就是线下啊 线上线下 打通了 相信我们的安利事业 一定会做得更好 今天我们的业绩增长22% 这功劳都属于在场的每一位领导人 谢谢大家 可不可以更好 我们一定要可以更好 因为赵阳大哥业绩增长95% 我们才增长22% 我们已经太落后了 千万不能满足现状 那是最大的陷阱 我们要白痴丹头 更进一步 跟着安利 腾飞的事业 我们大概快上牛年 借着安利公司给我们说的五牛 我们大家都牛气冲天 牛转乾坤 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美好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下一次再见 祝祝大家 再见 再见 我们再次还相信掌声来感谢 感谢物丝为我们的服装 好吗 我们大家先不要坐下 我们现在坐下 我们现在坐下 要不要愿意坐下 我们原地 我们展示先欢迎我们的副总好吗 好 谢谢公司 今天是为我们做了一切 谢谢 谢谢李祥经理 我先进到公司 马上给我们会后会 会后会 今天安静今天讲的这一切 抓紧紧四个七 哎呀 我们热听的 都是特别特别有感触 结合今天我们的所见所门 对吗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谈解一下请总监以上领导人 是吧 总监以上领导人 站到台上来 就简单的来给我分享 今天的感受好不好 来 掌声 那听你们安静伯大哥 所有的家人大家好 那今天下午下我后面 也特别觉得自己特别的幸运和幸福 公司已经够好了 老师已经够好了 请问我自己够不靠好 那学到的就是 把安力事业的四期 围掉保持在学习期 我的事业 我的伙伴 他们的人生会 每天过得更好 我要做到的就是 跟孙涵姐一直学习 好的老师我抓紧紧 好的老公抓紧紧 那我觉得好的机会抓紧紧 那目标就是 一直带着伙伴信息 谢谢安静 还有今天所有的家族 请大家下午好 好 要设定目标 那个吴锡要带多少步 吴锡我要带30号 请起来一些 谢谢 今天下午感受非常深的就是 公司和我们是伙伴关系 因为韩姐和郝大哥带着整个团队 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那公司给我们开的第一场会议 就像一个鱼和雪的关系 就和家人的关系一样 我们上海去找这么好的公司 各位你说对不对 第二阶段 你刚才说的四期 就是安静走过的是 第一期是学习期 第二个是管理期 第三个是抱怨期 最后是死亡期 所以我们要一直待在学习期 只要待在学习期里面 我们的价值观就会稳定 我们的目标感就会稳定 所以我们参与成功 然后呢 就是好的公司抓进去 好的机会抓进去 好的老朴抓进去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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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总而言之 就是要有敏感 敏感度 对好的东西要抓住它 如果当年没抓住安利的这个机会 我们今天就不会有这么美好的生活 目标如期 带有无数目 今天两位最深的就是 我们有这么好的老师 这么好的公司 公司呢 给我们做最坚强的后盾 我们老师教给我们如何成功 带着我们去成功 去成功 再加上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 我们只要是紧紧的抓住 我们就一定会成功 无期带75 好感受到现在就是 郭大哥今天下午的生日 我特别的感动 我也看毛主一直在流泪 我也是特别的感动 就是人生 活到这么样的 这么样的有价值 这么样的让所有的人爱 看到达拉松团队 他们在 运输可能是在 给郭大哥买个蛋糕 然后又唱歌跳舞 我就觉得这种人生 真是太棒了 我就觉得被郭大哥感动 郭大哥那种真情实意 真的 对韩姐那种爱 是我们最开心的 真的是 跟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 我觉得今天下午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觉得这种人生 谁都要 每一位朋友 都是发自内心的 我觉得太好了 公司有这么样的 跟我们鼎力相助 今天感受到第二点 就是我们有这么好的老师 这么好的机会 有这么好的工资 那我们一定要在学习期 不要在管理期 抱怨期和死亡期 一定要在学习期 只要我们学习 就会不断的成长 只要我们学习 就能带来给我们的团队 跟上韩姐 我们一路的就是上聘 把目标拿下 因为有目标就叫助人 没有目标就叫路人 我们要去无心 其实过 谢谢郭大哥 大家好 今天太幸福了 然后呢 我特别的感受 对自己就是看到 郭大哥这种幸福的人生 然后呢 尤其我们在公司 谈客的主任说 今天这个日子是 全球各地的领导人 都会 朋友们 都会给郭大哥祝福他的生日 我就想呢 这是因为 谭姐和郭大哥 让他们祝了全球各地的伙伴 是不是得了这份观众啊 我就觉得我们跟着 我们的恩生韩姐和郭大哥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家 我们所有的朋友 就是我们的家人 然后呢 韩姐和郭大哥 爱着我们 爱着我们 我们不会这么平凡 只要我们不跟着走 我们都会有一切 都会这么样的幸福啊 然后呢 说到呢 就是韩姐说的 好的老师 好的老师 你们一定要 停留在学习期 我就会 我就会阶级突破 我就会一起 芝麻跳滑 接下来 我呢 好的老师 好的几乎抓登机 我一定呢 一定要努力 然后呢 好好学习 怎么样 讲话啊 怎么样 没人啊 爱别人啊 爱伙伴啊 然后呢 我的目标呢 一定要在八十步 去那个 揚八十步行 韩姐和郭大哥 非不用 挑逃 我感动是真的就是 跟着韩姐 跟着韩姐 郭大哥 原来在飞机区 孟家里面 又是七岁人 像郭大哥那么帅 那么健康 那今天这个韩姐 郭大哥 所有的家人 大家好 好 非常非常感恩韩姐 郭大哥 今天下午 这样一场 人生 现在和未来的盛戀 给到我们的展示 我相信 我们真正的英语 老师说 三个抓紧 同时我觉得好的机会要抓紧 还得从去年到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 给我们青岛团队游到一个上帝的氛围 我们是不是要抓紧呢 抓着这个时候让我们的谬誉改变 让我们捆绑大神翻转人生 那我想在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当中 今年我们要去无锡的 我一定要带五十户 谁要去无锡 钱吃了 太棒了 我们再次掌声感谢我们所有主持人的我们分享 就是我们今天 第三个字就是抓紧 对吧 抓紧 今天韩姐 郭大哥所给我们展示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们可以得到的 我真的感受 郭大哥最后那个心愿 我特别感动 郭大哥说 我没有成功 因为你们还没有成功 你们成功 我才会成功 为了实现 我们一定要努力实现郭大哥这个心愿 我们一定要成功 对吗 我们再次真的要感恩我们的老师 我也是一定要在七十户去无锡 今天早上我们分享我们的伙伴从来很巧巧 能够不服了 我们一定可以去对吗 那接下来有请高级经理领导人好不好 来掌声有请高级经理领导人分享 好的恩师韩姐 郭大哥所有的领导人 大家现在好 首先跟候我们亲爱的郭大哥 生日快乐 身体永远健康 那我今天呢 下午觉得非常非常的荣幸 能够来到现场 能够在现场跟郭大哥一起 跟我们所有的伙伴一起 为我们的老师庆祝生日 那非常的感动 感恩我们的公司 感恩我们的老师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何其的有幸 跟上这么好的公司 跟上这么好的老师 我们一定都抓紧紧 跟上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当中的机会 那今年呢 我觉得我们的恩师韩姐 给我们真的是上了这一年 整个韩氏大哥的带动 今天看到老主任 今天呢 就是看到就是 还有一个是 这个刚才说展示的 一个是我们的老主任 一个是韩氏大哥 一个是达巴策团队 真的是我们都白不及了 真的发自内心的珍惜 发自面心的感恩 真的我要检讨我自己 我要好好的努力 在韩姐的时代 我要早日成功 那今天呢 真的 那么呢就是 就是感恩 除了感恩 还是感谢 剩下的就是一分二 两分一束 好好的看 我的目标 两年双总结 四名一名 资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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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大哥 所有的领导人 向彭 好 今天真的是非常感动 一次次的流泪 是第一学圆语 那我们的鲁大哥 整天生日 公司和我们所有的领导人 我们所有的伙伴 鲁大哥救生 也看到打发错的团队 这么在心脏这么遥远的地方 在歌在舞 然后也是在跟郭大哥竞生 我们都要活出郭大哥这样的人生价值 如果没有跟上韩姐和郭大哥 没有选对工资 我们的人生也就是这么将就过了 所以韩姐说 人生可以过得很讲究 也可以过得很将就 所以我们郭大哥和韩姐 我们做了最好的法样 那觉得的就是 好的爱人 好的老公紧紧抓 好的平台给你装 好的老师给你装 那做到的就是 让我们一束干 帮助共同的伙伴 去到无锡去圆梦 那我的目标 两年总监 四年FC 现在是韩姐国大哥 前面所有的一段人 大家好 好 今天的学习 特别特别的感动 我就感觉是 我怎么这么有福气啊 我能送给这么好的韩姐 去到团队当中 今天国大哥的生日 这种宴会 这种大会 这种感觉 真的是我一生当中 我所要的 真的是感恩韩姐 对我们做了最好最好的法样 所以学习方向 做一个法样 所以公司够好了 韩姐老师够好了 团队够好了 我就要为我自己 我到底好不好 我差在哪里 我要去改变 我要去提升 我要不断地去根据学习 不断地自己学 带来学 带团队学 自己跟带来跟 带团队跟 所以一定要 出在一个学习期 绝对不可以 走在一个抱怨期 又是什么什么 什么期 死亡期 管理期 死亡期 所以是不可以的 那是吓死人了 所以一定要 听韩姐的话 好的机会 抓清紧 好的对方 抓清紧 好的老师 抓清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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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稀 无稀理由 无稀活 好 今天的韩姐 郭大哥 前排所有的领导员 所有的家人们 大家笑好 好 非常有幸 今天能够 有这样一个机会 参加这样一场盛会 我觉得 老师一直讲 人生三感面 场面 情面 和体面 今天 安利公司的 原来 哥哥 带 安利公司 这么多的 国安的 人员 为了 郭大哥 去举办 这样一场盛会 我觉得是韩姐 郭大哥 他们的付出 赢得的 郭大哥 用十八四上远数 培养一个 即将在世界上 创造这样传奇的团队 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幸运 我现在就分享 我说父爱 有一句话说的好 父爱是孩子 行走世界的力量 我觉得郭大哥 给到我们的 就是这种力量 给到我们的 就是这种信心 给到我们的是斗志 给到我们的是勇气 郭大哥当之无愧 所以真诚地 祝福郭大哥 生日快乐 那么 今天呢 韩姐的分享 我觉得就是 有一句话说 这四期 学院前经常的讲 学习效果不断地提醒 不需要被教育 只需要不断地去提醒 走着走着 就进入了管理期 没有目标的时候 一定是进入了管理期 不再推荐的时候 一定是进入了管理期 感谢韩姐不断地提醒 韩姐和郭大哥 就是永远处在学习期 哎呀真的是 上午的韩姐发了一个链接 我觉得韩姐真的是 钻山打洞的学习 韩姐不仅像比自己优秀的人学习 韩姐能够弯下腰去 跟所有的 和收入一点点沉浸的人 能够去跟每一个朋友去学习 找到了巨大的差距 谢谢韩姐和郭大哥 无锡旅游 二十货 谢谢 谢谢韩姐 谢谢韩姐 郭大哥 随便加入人 晚上好 感动最深的就是 郭大哥 韩姐的这种 灰黄的 有这样子的生 我特别放到那个片子 郭大哥十八次去运输 我觉得特别的感动 那我现在要做到的就是 抓住 青岛团队 鼎盛了十年 跟上学习 自己学代就学代 团队学 然后十六个月 营销总监 四年 FJ 这个无锡二十货 谢谢韩姐 谢谢 好 我们今天的韩姐 郭大哥 已经说了 大人 大家好 好 再一次感谢韩姐 再一次感谢郭大哥 同时 衷心的祝福 郭大哥 生日快乐 通过今天的 学习 我感动最深的 就是抓紧紧 今天我们遇到了 最好的机会 最好的公司 最好的老师 一定要是抓紧紧 然后学到的 就是像韩姐说的 我们一定要说 为人处世 待人接呼 就是改变 就是去用一个爱心 耐心 今天韩姐有今天 就是韩姐的爱 要比我们大得多得多 韩姐的勤奋 那这就是我学到的 那坐下来 如何去做 就是带上目标 去勤奋 带上目标 去兴奋 带上目标 去务实 去落实 去踏实 然后呢 去做每一天的聚会 就是把分享 变成一种自然状态 因为我们今天 安利的产品 在我们的身上 体现的林立尽致 我们走出去 就是个安利的代言 那今天呢 我们林立带了三个 就是韩姐 通经97年听过韩姐的课 然后呢 警民朋友 他们见到我 然后就想 哇塞 他就过来 贫贫的给韩姐照相 贫贫的给韩姐 我以为他看看韩姐 就离开 他还说 我不要让韩姐看到我 别让韩姐抓住 我要去做安利 我说你不需要 我说你只需要去看看 但是看了他一直在这 一直在这 我就觉得太震撼了 因为什么 韩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因为他有对比 这就是安利 所以说真正的一颗 太震撼了 接下来我要崛起韩姐 去自然的去分享 那目标暖带 二十度去无息 谢谢韩姐 谢谢韩姐 各位同学 各位同学 大家晚上好 好 这个下午学姐 我感到最新就是 公司够好 韩姐夫大哥够好 那团队够好 只问我自己够不够好 那我知道就是 韩姐讲的时期 我要做到的就是 愿意让自己和团队 初代学习期 我的目标就是 福气的二十块 你一定可以打起 对吧 对 好 好 好 那接下来呢 好 嘿嘿嘿 最近 最近叫老黑大哥 好 亲亲大哥 一起来 哈哈 谢谢韩姐 郭大哥 以及所有的亲人家人 大家 现在好 好 带着祝郭大哥生日快乐 哎呀我透过今天这样一个 六个故意 感受到什么叫丰盛的人生 是源对于韩姐 郭大哥的抉择 那一路上被伙伴的付出 这样一个成功的事实 赢得公司对我们整个市场的如此的重视 而今天又有这样一个丰盛的收日 那 郭大哥最后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 说我们没有成功 那我们对决着韩姐 郭大哥老成功了 但是郭大哥说依然没有成功 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成功 那真的是暗暗的 给自己相信这个心 一定带工作的伙伴 去把安逸实验过程 实验 动作伙伴新生的梦想 让郭大哥早日成功 谢谢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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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表着江峰简单 江峰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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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货 哈哈哈 今天在台队 郭大哥和现场的每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 好 今天却是这个会议 这个场片 给郭大哥过这个生日 哎呀 真是太有求年了 所以说这个 我觉得每个人都想要的 尤其我们郭大哥 我生日上来分享 真是特别的感动 我们有句话 和货也不删 郭大哥的韩姐就是我们的父母 永远牵挂到我们的承诺 尤其 感动感动 郭大哥说 他什么时候成功了 我们现场的 我们的每位朋友都成功了 都上了屁了 郭大哥说的 太多成功了 你说成功 多严重了 太严重了 这时候我们一定要给 郭大哥为榜样 财亦为榜样 我们也要这样 对市场的伙伴 也有这种心态 叫每位朋友成功 我们才叫成功 哎呀 真是 安定世界 永远是在学习期 学习期 所以说 韩姐说 这四期 又对我们一个提醒 所以说我们永远 要保持一个学习的心态 只有我们学习 太多 永远不停止前进 只有学习 我们太多 跟上 韩姐 郭大哥 那么 韩姐又讲了 这三个 紧紧地抓住 我也有紧紧地抓住 他就把这个事业 做好 做大 做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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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 同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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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姐 有点 我 我好 我最喜欢的首歌就是《找大婚与妮》 我总想给韩姐唱唱这个 韩姐一定会被虾子长大 还没长大 老明一定要长大 这有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真的 哎呀真的不存在的时候就看到自己很好玩 很老笑啊 韩姐长大婚一定成功 特别感谢 郭大哥的生日 我们给他刚才做了一个收鱼果果 韩姐说再给他再看一下 这个曲子是我选的 选这个曲子的时候 用很长很长的时间 要很多选 我一定要选的有场景感 所以这首歌让我很有场景感 叫郭大哥的三十八军 给我们注入这种战斗意志 这也是青老团队的记忆 我们一定是合理的 我们一定是一个鹦鹉山战 就像郭大哥一样 上 征战四方 下 叫安国新报 安国新报 对吧 安国新报 上 征战四方 下 安国新报 所以我们会成为这样 因为老师 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 像郭大哥一样 如师如似 如掌声 给我们做的朋友 所以这首歌我写的 还是先再放下好不好 好 来